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一度丟失了 那個網友有發在IG上 然後說警察一度不太想理他 結果發現說 欸這是照照照照 這個人比較好照 然後就趕快把他送你 其實我一直沒有去申請這個卡 一直到去年年初才 才申請 我是放著我太太成長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兩個常常一起坐公車 我就跟她一起坐 坐到這裡 坐到那裡 所以卡在那裡 我想她昨天那個通過卡的時候 抽她的卡以後 我都卡在地上 謝謝這個熱心朋友 捲點到這個卡 也感謝你 其實台北市公車真的辦得不錯 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呢 鼓勵大家多做管 那網友說這是另類宣傳 有沒有故意要宣傳 那反正就是 也謝謝她撿到了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感謝她 所以你回來了嗎 你今天有沒有帶在她 我沒有帶在身上 我突然就放在我帶在身上 因為我們出去都一起出去 所以網友沒去撿到的話 你也不知道有遺失嗎 我太太知道 她找半天 但是沒找到的